大家好,我是猫叔 今天做个家常版的脆皮烧肉 胡椒粉1克 五香粉1克 沙姜粉2.5克 甘草粉1克 鸡粉5克 白糖5克 盐20克 味精半克 烧肉盐的详细配方 我会以文字的形式列在视频的结尾和大家分享 准备一条肥瘦均匀的五花肉 脆皮烧肉分为生烧和熟烧两种做法 今天介绍的这种是熟烧 先把猪肉下锅 煮熟 煮到筷子能把皮插穿 就把它捞起 接下来我们开始培皮 用松肉针在皮上扎孔 这样做的目的是在烧制的时候爆皮 接着放入少许的盐 把它均匀的涂抹在皮上 再抹上少许的石粉 让它腌制20分钟 接下来 倒入少许的红醋 涂抹均匀 抹完醋后 把肉皮放在通风处 晾干 接下来把五花肉一开为二 接着再把五花肉切成一小块 连皮的部分不要切断 撒入调制好的烧肉盐 腌它三个小时 接下来用锡子把五花肉包裹起来 脆皮烧肉只需要培皮 其他的部分不需要烧制 所以用锡子包裹起来 露出肉皮即可 脆皮烧肉的制作方法和扣肉差不多 只需要把五花肉带皮的那一面 设定相应的温度 一般用猛火把它烤三至四十分钟 让它爆皮 没有烤箱的可以用油锅来炸 只炸带皮的那一面即可 这是烤好的脆皮烧肉 烤熟出锅把它放凉 弄的地方需要用刀把它刮掉 烤熟出锅后微微的放凉就可以展现了 炸好摆盘皮脆肉香的澳门烧肉 制作完成 试一下这个澳门烧肉 家常版的做法 它的味道怎么样 这澳门烧肉它的皮是非常的脆 这样子吃呢 它就有一点能力 蘸一点白糖 或者蘸一点橘芝吃 它就会比较简腻 每个视频制作都不容易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每一期都会更新不同的视频